天地我笑一笑 古今我找一找 红人间路迢迢 天药我趁早 把烦恼摔掉 至今的最不了 几回你几回笑 偶说快乐调 我不是神仙 也懂得逍遥 我被青春装了一下腰 小的成功跟着用力摇 摇呀摇呀 我给你的爱有多好 我将热情燃烧 你可知道 我被青春装了一下腰 牛的飞花 随着白云飘 飘呀飘 飘呀 我对你的爱如山高 我将拥抱年轻 真心到老 暮暮朝朝 难辞难了 江山不要 开玩笑 开玩笑 我被青春装了一下腰 牛的飞花 随着白云飘 飘呀飘 飘呀 我对你的爱如山高 我将拥抱年轻 真心到老 目50顾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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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什么时候了 还在那个 这个克尼尼也问你太嚣张了吧 简直是百分之让未来的皇后难堪 找到没有啊 找到了 人呢 这不可一定要啊 不会吧 要的大多啊 皇上是不是饿坏了 你怎么挑这个时间 你自己去用皇上了 还是请卫公公出院去请皇上吧 找死啊 你没看到公公那天悠哉的德行啊 我看他发生是心里有数了 哇塞 他们下马尾居然下皇后头上来了 嗯 我们终于跟对人了 你看咱们的老板连皇上的老婆都敢欺负 以后我们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的呢 想不到你居然看得那么远啊 凭这点才能当上你舅舅啊 你舅舅啊 舅舅 我又跟我找你 等到你找啊 心情病 你没找啊 这小子搞什么鬼啊 好 嗯 爹 你这怎么了 你陪的平 boxer 比別人家寫的作文還長啊 這些孩子啊 資質盧頓 爹還不是想多叫他們點東西啊 看樣子啊 多半是對牛彈琴了 畢竟像八大家那種曠世奇葩 太難得了 簡直是可遇不可求啊 爹 反正他是不會再回來了 你就別再提他了嗎 我看爹多半是錯怪他了 像他們那麼優秀的孩子 他怎麼會出賣咱們呢 是啊 他不可能出賣我們的 不過 不是因為他太優秀了 而是因為他太傻 好啦 這些話早該說了 現在說他也聽不見啊 誰叫他跑得那麼快啊 我猜他在克什漢威忠賢那 一定待得很難受 這個傻瓜 你是在罵我嗎 好 你怎麼回來了 可不是嗎 你還真會鬧別扭 你鬧了這麼久 是嗎 我還以為是你趕我走的 孩子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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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想死你 你別開 老師啊 你先擦擦臉再來想念我吧 孩子 你這一回來了 在內書堂又生氣了 又要熱鬧起來了 過來過來過來 孩子 幹嘛你臉這麼髒啊 還不是接受老師想念的後遺症嗎 這不是叫什麼 爸慢家 你是不是想回內書堂了 幹嘛 不來上課 我才不要啊 那你回來幹嘛 我想有個大秘密啊 告訴你們的 姑 什麼大秘密啊 廣上的桃老婆了 這有什麼了不起的 你早就知道 你們怎麼會知道的 皇上要封厚 這是天大的好消息 又誰不知道啊 嘿嘿嘿 這你們就錯了 說要封厚的 是魏忠賢他們 才不是皇上呢 還不是都一樣 怎麼 還有內幕不成嗎 嘿嘿嘿 可多的咯 你們知道嗎 皇后的人選呢 是魏忠賢他們挑的 而且他們還不只挑了人呢 還存心嚇人的馬威呢 人家投一天到宮裡啊 可天天就把皇上啊 藏在自己的房裡 讓那個未來的皇后 見不到皇上 啊 可是他們為什麼 要這樣做呀 哎 就是讓未來的皇后 下不了台啊 為什麼要讓皇后 下不了台啊 依我看 他們是怕皇后 將來管事 管在他們頭上 所以我就給他們 下魔鬼 好讓皇后任命 任由他們擺部 哎 對對對 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啊 哎呀 他們連皇后都要掌握 真是居心火車 哎 孩子 走外面來坐 好好好 八大家 不是警告過你不許進來了嗎 哇 誰要你來的 警告過你還想回來 哎呀老哥 爺爺 八大家是回來提供情報的 哎呀沒你的事先回去 爺爺 先回去 走啊你 好了好了 老子 老子 哎呀 你聽我說啊 八成上回啊 咱們是錯怪他了 他是我的門生 我心裡有數嘛 他絕不是那種吃裡爬外的人 是嗎 遠教頭 錯不了的啦 就算上回他犯了錯 這次回來也是為了在這裡立功啊 哎 哎 我上回沒有犯錯啊 犯錯的是你們啊 我又沒說一定是你犯的錯 哎 那也不行啊 反正一定不是我犯的錯 孩子啊 你別嘴硬啦 偶爾認錯一下也無常大雅 哎 老是 既然如此 那你們都可以認錯啦 我們也比較多啊 我 我 我拳頭比你大 你比較多 嗯 要不要跟我比比拳頭 不用比了 你贏 那就是你認錯啦 哼 不認錯行嗎 你看看你那個髒臉 還到處晃來晃去 我告訴你 就算我們想接納你啊 也怕你那個髒臉 誤了咱們內書堂的音韵 哎 老是也是一樣啊 你看你看你看 我 我什麼意啊 嘿嘿 老是啊 遠教頭的意思是 你什麼意思啊你 耶 你的臉也是髒的 你看啊 哎呀 哇 老是 你的衛生習慣還真不賴啊 真的 這是我從小養成的好習慣 數十年如一日從未見斷過 哇 老是你還真有毅力啊 來啊 來 給你啊 不不不不 我要回司機殿報道去了 我的孩子 你們瞧瞧 這孩子越來越盡忠職守了 真是誓別三日花木全開 哈哈哈哈 孩子啊 你今天的心情好像很高興嘛 是啊 是不是因為巴勒家回來的緣故啊 嗯 你年紀也不小了 有沒有想到你的將來啊 沒 也該想一想了吧 哦 孩子啊 當你想到的時候 別忘了通知爹啊 哦 燙死我了 啊 我忘了家的水哦 啊 小玉啊 你在幹什麼啊 呃 我 我在研究 研 研究什麼 研究魏松賢姑科室住的地方 哎呀 我們已經研究很多次了 你還研究什麼呢 哦 小玉 你今天怎麼怪怪的 沒有啊 是不是巴勒家 沒有啦 孩子啊 你要記住自己的身份 我們只要一拿到大雲金 就馬上要離開這個地方 我知道 這還是最好的狀況 像克什那麼難應付 爺爺自認不是對手 但是一有機會 我們還得行動 到時候 會演變成什麼樣子 就很難預料了 我們都是身不由己啊 一輩子註定了 要過漂泊流利的生活 小玉 不要被任何事情牽掛住 知道嗎 時候不早 找找休息 我來了 我來了 你 你幹嘛 發神經嗎 我是來看你的 你知道嗎 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 我覺得我們兩個人的關係 好像應該有進一步的發展了吧 什麼發展啊 比如說千千手了 含情默默地看著對方了 這一類的 反正就是很惡心的那一套就對了 你今天來 就是要跟我討論這些問題嗎 當然了 不先討論怎麼實行呢 不用討論了 我沒有興趣 啊 為什麼 你忘了 我是白臉教徒 很危險的 這跟危不危險沒關係吧 我倒覺得 噁不噁心的問題才嚴重呢 你想想看 人呢就長那麼一張臉 沒事老看人家幹嘛 無聊 再說 牽手呢 那也是很不要臉的行為 雖然牽女孩子的手會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 可是 肉麻嘛 說來說去 反正都是很惡心就對了 那你到底想幹什麼 我們是不是也來惡心一下 看看那是什麼感覺 我勸你 還是少跟我來往的好 對你沒好處的 別這樣 我勸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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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再來煩我了 行 我看算了吧 還沒開始噁心 我就已經覺得噁心了 連牽個手都是這樣 我還真不曉得人家怎麼結婚生孩子的 好悲慘的愛情 皇上 你怎麼老哥家新婚的老婆 找我陪你做木工呢 你應該都陪陪皇后吧 你都不曉得她 她怎麼了 她每次見到我 就擺了一張點 又是個白臉叫的 什麼是白臉叫 沒有 可是 你是皇上 幹嘛怕她白臉色 誰說我怕她 那你幹嘛躲她 你都不曉得 她那張嘴 啰哩啰嗦的 每次一見到我 就唠唠叨叨給她 啰嗦個沒完 我跟你的命運都差不多 碰到的女人都特別多嘴 就只有一個人不會 難怪讓人覺得特別的想念 可不是嗎 可不是嗎 提禁皇上 鳳聖夫人請八大家過去一趟 不 奴才八大家叩見皇后千歲 提身 謝皇后 八大家 我剛剛才跟皇后提到你 說你乖巧有理 進宮以來 一向是跟在皇上和我身邊 這會兒皇后才剛入宮 排身說 您就先跟著皇后 凡事多不能打點 皇后 您覺得怎麼樣 這孩子還合您意嗎 謝天夫人安排 八大家 從明天開始 您就先跟著皇后 是是是是 夫人 那我就先回去了 明日再來請安 不敢了 請慢走 八大家 小的大 你知道我為什麼要派你到皇后身邊去 你小的不知道 你告訴她 八大家 據我們的消息來源說 自從皇后進宮之後 常在皇上面前說一些不該說的話 公公 什麼是不該說的話 凡事對我們不利的就算 那這個皇后還挺有正義感的 你說什麼 沒 所以說特別派你在皇后身邊的目的 就是看看她所有的舉動跟她的想法 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公公 你怎麼老是派這種差事給我呢 一會兒跟著皇上 一會兒又跟著皇后 我 難不成你想跟著我 小的不敢 那你也不敢 怎麼 你要去伺候皇后啊 可不是嘛 這下你毀了 你怎麼會用毀這種字眼呢 沒那麼糟吧 你想想看 咱們這皇后啊 連皇上都得怕她三分 可見她多會整人你是個當奴才 這下怎麼到了她手上面 她想不整得你一塌糊塗也難呢 哇 那還得了啊 沒辦法 算你倒楣 舅舅啊 你快點幫我想個辦法啊 想想看我現在的地位嘛 是越來越重要了 權勢也是越來越飆漲了 可是碰到這個問題啊 不解 那我該怎麼辦呢 送你四個字 多多保重 好 皇上 這麼早您想上哪兒 沒有啊 最近正路蠻多嘛 我想早點起來 才能多處理一些事情 哦 是嗎 可是我怎麼聽說 你已經很久不理朝政 都放任給魏忠賢跟客氏去處理了呢 你可不能再繼續這樣了 我的事我自有分寸 你不要老是管讀管席的嘛 不 該說的我還是要說 要不總會有那麼一天 想要說什麼都太遲了 那 那就等我有空的時候再說啊 皇上 奴才巴大家叩見皇后千歲 巴大家 快快快快進來 是 來得真好 皇后啊 你剛才不是說有事要說嗎 我就派她來給我聽啊 聽什麼啊 只叫你聽啊 沒有要你說話 皇上 臣妾是要說給你聽的 皇上 人家皇后只說給你一個人聽啊 你聽了再告訴我 還不是一樣嗎 這不太方便吧 人家要是想跟你講什麼悄悄話 那麼才多不好意思啊 不不不 你誤會了 不是悄悄話 是國家大事 你聽到了嗎 他說是國家大事 你聽了沒關係啊 不對不對 皇上大人 你不是說只講給他一個人聽嗎 是啊 你看我說的沒錯吧 不過多了你一個人聽也無妨啊 皇后大人 千萬別把奴才算在內 奴才對國家大事 沒興趣啊 我叫你聽就聽 少囉嗦啊 還沒討論完呢 怎麼能忙得鎮壓了呢 皇后大人呢 那我們得聽多久啊 事關重大 我看至少也得好幾天 哇 皇上 那我們兩個不聽死了 不 聽死了不是我們兩個人 是你一個人 那你呢 我 國事繁多 正貴為一國之君 當然是以處理國家大事為重了 皇上 啊 皇上 既然你有心從事朝政 那麼 就讓臣妾提供些意見給您 讓您處理起朝政 準能更得心應手啊 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 你有什麼事啊 告訴他就好 他會轉達給我 皇上 皇上 那太麻煩了 你自己聽就好了嗎 不管了 不管了 我先走了 皇上 哇 真的留下我一個 好詐 另有外歡 國力見衰 他是堂堂的一國之君 卻連一點警覺心都沒有 叫這樣下去 大明皇朝還有救嗎 八大家 我知道 皇上一向寵信你 如果要你批評皇上 勸皇上向上 你做得到嗎 皇后大人啊 奴才從來都只有接受別人批評的 讓別人勸我向上啊 你用不著妄自菲薄 只要你有信心 一定做得到的 皇后大人啊 這正是問題所在啊 要是我八大家能夠勸人向善 別說別人不信了 就連我自己都不信啊 你倒挺老實的 長這麼大 你是同一個誇我老實的 實在太感激了 像你這樣的人 怎麼會跟魏忠賢 他們混在一起呢 皇后大人啊 你要說我混的我不反對 可是你千萬不能說魏忠賢 連他們也在混啊 這種話要是傳出去了 可不太好玩呢 你不是他們派來跟我的嗎 怎麼反而為我操心了 你就不怕他們說你吃裡爬外 對呀 這我倒沒想到啊 這麼說 他們果然是派你來真是我的了 我沒這麼說吧 你沒這麼說 可是你已經承認了 是嗎 我怎麼說承認呢 你不用緊張 我也不會為難你 魏忠賢和客氏 他們要你回報什麼 你就儘管回報 反正我是做的正行的正 也不怕他們搞什麼特務手段 咦 什麼是特務手段啊 派你來監視我 這就是特務手段 哇 想不到我居然也當上特務了 當特務就是專窺人家隱私 捐打人家的小報告 可不是什麼光榮的事哦 哦 說的也是啊 我剛剛之所以要你跟皇上一起聽 只是想讓皇上多點意願留下來 哦 那你的意思是奴才也不用聽咯 嗯 那我就可以告退咯 慢著 你就這樣回去 你不怕魏忠賢他們認為你辦事不勞嗎 啊 對啊 我怎麼沒想到呢 我看啊 你就先在我這兒待一陣子 我就先隨便講解點事情 讓你學習學習 啊 還講啊 你不是說我不用聽嗎 別緊張 只是說些故事 說故事 有沒有搞錯 皇后說故事給你聽 我怎麼知道呢 人家爽啊 我們這皇后也真是怪異啊 這先是把皇上給氣走了 然後說故事給奴才聽 她怎麼那麼邪門啊 人家瞧得起我嗎 奇怪了 我也瞧得起 可我也沒說故事給你聽 哼 愛說笑 你虐待我都來不及了 還講故事呢 她講什麼故事啊 爸大家 皇后那兒有什麼異樣啊 齊秉公公啊 皇后那兒其實是有異樣啊 簡直就是瘋了 她怎麼樣啊 她居然說故事給我這不成才的外聲聽 你說奇怪不奇怪啊 她說什麼故事啊 齊秉公公 在咱們大明朝之前呢 好像有幾個什麼叫做下朝 商朝 周朝之類的東西吧 皇后就說那幾個朝的故事給小的聽了 他說這些可是什麼意思啊 這個小的也不知道啊 齊秉公公啊 其實我這個外聲人是挺謙虛的 剛才她還跟我說 一定是皇后啊 瞧得起她 所以她才會幹出這種莫名其妙的事 這哪是謙虛啊 根本就是不要臉 柯大人啊 您教訓的真對 我一定叫我這不要臉的外聲改進 這件事兒想不出個所以然 八大江 您繼續為本座盯著皇后 看她有什麼一樣隨時回報 嗯 齊秉公公 內操軍演練配置圖已經畫好了 請過目 嗯 公公 明天就由您陪著皇上 在這檢驗內操軍 嗯 每個這一場 還只是先來個牛刀小事 以操練火器為主 主要的是借著內操的名義 在眾人面前展示一下公公的威望 公公 您上回叫我定制那個火器 就是為了這件事情啊 嗯 那什麼叫做內操軍呢 先別問 明天就知道 太好了 原來我明天也可以去 不 您不能去 你還沒那個資格 客修客大人 那我呢 你當然可以去了 真的嗎 看來這種重大的事件 就只有核心人士才有資格去 沒錯 想不到我居然成了你們的核心人士啊 真是太意外了 就這樣您說對不對 對呀 不對 你可以去 並不是因為你是核心人士 因為你也是內操軍的一員 難道說這核心人士就得當內操軍啊 不 會當核心人士的 就不會是內操軍 會當內操軍的呢 就不會是核心人士 什麼意思啊 不懂啊 奔 誰罵我 內操軍 是一支最後保衛皇城的武裝力量 如果有外地侵略的話 他們就是戰到最後的一兵一卒 也要死守皇城保衛皇上 那魏超軍 豈不是變成炮灰了嗎 你說的很對 恭喜啊 您的人生啊 終於找到了偉大的目標 恭喜啊 炮灰 公公啊 像這種偉大的事啊 我舅舅比我還合適 不不不不不 我天生卑賤 從來也沒有想要偉大過 不不不不 舅舅我知道你很卑賤 可是你再怎麼卑賤 也比不上我啊 你就別謙虛了 謙虛也沒用 這內操軍啊 有一個規矩 就是只有太監才能當 這規矩真是太偉大了 大內操軍要怎麼樣 一點男子氣概都沒有 張姑娘 就算我有男子氣概 也用不著去當炮灰吧 更何況都成了炮灰了 我還要男子氣概幹什麼 沒出息 請來 不許無禮 是呀 小倩 他本來就沒出息嘛 你再怎麼罵他 他還是沒出息啊 你 內操軍 沒起名 是一支部隊 平常嬌生慣養 缺少訓練 打起章來 手腳軟趴趴的 起不了一點作用 你們幹嘛看我 這個便宜套在你身上 還挺適合的 你少來啊 老師 那這個魏松賢 為什麼要選擇這個時機 來搞內操軍呢 這會兒他邀了許多大臣 還有很多的皇清國妻 同時呢 在內書堂 也是在邀請的名單之內 我想恐怕多半是向眾人示威的成分去奪 我 沒錯沒錯 客官我也是這麼說的 這麼說 魏松賢這次搞內操演練 完全是鞏固他自己的權利跟地位了 不…不只是這樣 我看他多半是衝著提督東場的位子而來的 爹 咱們東領黨現在至少還掌握了內閣 何不都用內閣的力量來阻止魏松賢 要是楊蓮楊老弟還在朝中多少可以壓一壓魏松賢的氣緣 可是這一會兒 老師 還有你 我 是啊 你可以去阻止魏松賢 爸大家 你想讓我爹揪腦蛋是不是 怎麼會呢 你要不要去試試看 那你自己去阻止魏松賢好了 哼 愛說笑 我在人家眼裡只是一堆炮灰 說話哪有什麼分量 這種事當然得老師親自出馬才夠分量 不…我也不怎麼夠分量了 不過呢 我們雖然阻止不了他 但是呢 我們可以拒絕加入他 我說拒絕吧 這還不簡單 他要咱們練習 咱們就偏偏不練習 他要向咱們示威 咱們偏偏就視而不見 咱們雖然阻止不了明天的內操演練 卻可以發動東陵黨的大臣拒絕烈旗 老師啊 那咱們東陵黨不就成了駝鳥黨了嗎 什麼駝鳥黨啊 那只是個權益之計 你懂是不懂啊 可是也不能權益到這種程度吧 有道則獻 無道則飲 這是孔老夫子留下來的訓事 原來當個駝鳥黨也有理論根據 閉嘴 老師 要說不去我贊成 但是如果把事情做得這麼絕 我擔心會有後遺症呢 就是啊爹 明二哥要是咱們東陵黨通風缺席 那不是擺明了跟魏忠賢作對嗎 要是他們對付我們怎麼辦 那咱們乾脆中庸一下好了 咱們東陵黨的頭面人我不去派子弟兵去 子弟兵 什麼是子弟兵 像小玉啊千兒啊他們就是東陵黨的祖父兵 對 為了固權大主兵就免為其難一下嘛 我會通知左光斗左大人也派他們的屬下來 這道給你們去 這老丹丹 你還要叫我 說來說去 原來你們也是東陵黨的炮灰 什麼是東陵大父兵 什麼是東陵亞 那一堂 那一堆 柯大人 這就是上一回我們訂製的火器 您驗收一下吧 嚇死人了 這還有一把 您要不要再驗收一下 这是什么玩具 长得这么丑 给我看看 这叫做鸟冲 这是杀人的火器 不是玩具 怎么可能 你看看 长得这么德性 这么砍死人 说你孤陋寡闻 这是轰人用的 不是拿来砍人用的 爱说笑 有轰的也能轰得死人吗 怎么轰 好了 别比划了 明儿哥 你自己试试看就知道了 一共打造了五支 没错 五支 明天内操军的演练 共分成五队 每队分发一支 就交由各队的小队长 负责教导使用鸟冲的办法 客修客大人 那小的不小的被分配在哪一队 你被分配在第五队 那不小的我们那队的小队长是谁 你们那一队 当然只有你适合担任小队长 我 不太好吧 小的虽然天赋异禀 本性善良 可是要当小队长总有一点不好意思 太不敢当了 既然你那么谦虚 那我只好叫别人当小队长了 客修客大人 我虽然谦虚 可也没说不当 君力如山 请你朝礼夕改 好了 不要难过了 反正这个队员也不止你一个人 对... 不 你们那一队队员就只有你一个 蛤 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竟然叫这个小王八当我的小队长 真是太丢脸了 装药 装什么药 王大长 你知不知道这个怎么着 你不是队长吗 怎么问我呢 你不要这样 又不是我自己要当的 行 可是呢 你还先叫我一声爸爸 快点 妈 人家都已经快要装好了 快什么快 先叫人再说 好 妈 爸爸 什么 没听见 大声点 爸爸 不敢 为什么他们称这个东西叫鸟冲 怎么用 大概就是要冲着鸟飞过来的时候 一个案子捶过去 把人比喻成鸟 所以叫做鸟冲 其实是专门拿来捶人的 这种杀人的方法还挺新鲜的 可不是 是吗 人家说要装药 你这把怎么装 你问我 我问谁 你刚不是说知道吗 我没说我知道 那你还骗我叫你爸爸 就算不知道 用猜的也行 这种兵器也真奇怪 捶人就捶人 干嘛还装药呢 捶人就捶人了 干嘛还装药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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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呢 他们都已经喊好了 那还不简单 你也照着喊 好 人家都举左手 你干嘛举右手 好 那不是小木匠吗 那不是爸爸家喊派派吗 有那两个活宝在啊 今天总有好戏看了 装蛋 怎么办啊 这回又要装鸡蛋了 哇塞 连纯人一样讲究营养啊 太离谱了吧 你有没有带鸡蛋啊 没有啊 你脚边那个木盒子 找找看啊 没有鸡蛋啊 我看那个客光光说的 是这些蛋猪 不是鸡蛋呢 那太好了 那赶紧装蛋吧 装哪里啊 怎么办呢 找不到地方装啊 哎呀 那还不简单 别人能装 我们干嘛不能装啊 那装哪 哎呀笨呢 那么简单的事情也要我告诉你 你身上那么多口袋是干什么用的 能装东西的当然只有口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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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位 来 双集一杯 我来 我来 不对吧 你的姿势好像跟别人不太统一 捶得众人最要紧了 干嘛要统一姿势啊 要走 真服了他了 看到人这块垂下去就对了嘛 瞄准什么 对 第一队射击 打雷啊 第二队射击 第三队射击 第四队射击 哇 真不是干的 难怪我舅舅会说 这玩意是哪来轟人的 第五队射击 八大架轮到我们了耶 那就快啊 快什么 你去射啊 你是队长啊 快 怎么搞的 小护匠那只鸟冲 怎么射了半天了还没射出来 奴才也不知道 再等一会儿吧 花儿呢 小玉姐 你看得还真准 他那果然出床了 八大架 是不是要先喊个孔令什么的 东西才会射出来啊 是吗 给我看看 可是里面没有东西啊 你看看他们在干嘛 怎么放了好多呢 那椅子不坐就坐到地上去了 八大架 这搞不好啊 是魏公公的新规矩 他们在说什么 我懂了, 我懂了 皇上 你贵为异国之君 怎可去身跪下 皇后 赶快蹲下来 鐵蛋不长眼睛 不行 你叫魏忠贤出来挡着啊 对啊, 魏忠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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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快出来挡着啊 魏忠贤 魏忠贤 是, 魏忠贤 魏忠贤 我们俩人贷 我们赶Tsir 潘玏忠贤 他人贷 該不出去 你们敢站出来 你帮我们开这样吧 你对着我 你别乱来啊 我没有乱来 你啊 回来的老他娘非要对着我干嘛 还 Fifth 你让什么 混财 那我才给你提洛 academy疤 than锋 怎么摄得出来呢 你和 Clinton 都是在他们口袋里 來 這不就行了 是不是要喊一個口令 東西才能射得出來 當然要 喊你的頭 只要扣那個鐵機就行了 鐵機? 是玩的這個東西嗎? 是, 不能扣 這就是你扣的那麼一下子的結果 我的手指有那麼厲害嗎? 我的手指有那麼厲害嗎? 是 奴才最乾萬死 最乾萬死驚動了皇上跟娘娘 為什麼最乾萬死? 你今天安排的節目很不錯嗎? 我還是頭一次看到這麼精彩刺激的場面 不錯不錯 多謝皇上跟娘娘的誇讚 我可沒誇你喔 是是是 你們先看 皇上跟娘娘還是先回宮休息 這裡的事情就留給奴才來處理好了 好 好, 回宮 回宮 回宮姐 奴才恭送皇上娘娘 幸好沒人受傷 不然我這回可就慘了 我看不見人吧 你看, 衛公公的臉都綠了 公公好 八道家 你表現得挺不錯嘛 公公好 你要罵就盡管罵 可是千萬別折磨我啊 你乖乖的跟我來 我不會對你怎麼樣的 公公 其實應該負責任的 是我的隊長啊 你到底來不來? 可以不來嗎? 說呢 當然不可以了 好 自我入宮以來 到如今已經有三十多年了 今天的你這場傑作 差一點 就把我這三十多年的心血一筆勾銷了 這三十多年的等待 我不管它是成功也好 失敗也好 只要是因為我自己的話 我一點都沒有願意 但是我絕對不允許別人破壞了我的計畫 公公 您別忘了 您說過不會對我怎麼樣的 我是不會對你怎麼樣 謝謝公公對小的厚愛 客道人 你幹嘛 手癢了 你幹嘛 你幹嘛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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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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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打了 一生醉醉醉醉 醉明醉里醉夢想 最好的 愛我 那麼多 來 對我 這輩子 我實在而這真正的處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